大家好 歡迎收看本頻道 本頻道是開箱台灣日本清酒 如果自己過收影場摸不到同學 歡迎訂閱本頻道 大家現在要知道嘛 現在暑假的是一個旅遊忘記嘛 清酒已經不在家裡面自己喝了 人家說什麼 獨樂樂部 重樂樂嘛 朋友 情人跟家人喝這種 分別帶哪些酒呢 今天帶了兩位小朋友 來分享一下我們出遊的時候 要帶哪些酒款 那我們歡迎兩位小朋友 哈囉 啊 XX 等一下 這可以結進去是不是 可以啊 感覺很好笑 噔噔 喔 是兩位小朋友嗎 我也滿18歲鏡子營酒 所以還是帶了兩位已經滿18歲的小朋友 第一位是我們的熟面孔 茲茲 嗨 大家好 我是茲茲 第二位是我們的新面孔 請她是給介紹一下嗎 我叫士剛 我是來自台灣玉碧斯貿易有限公司的 士剛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三種不同的情況 對於朋友的情況 家人的情況 跟情人的情況 三種場合 用什麼樣的酒款來搭餐 或者說來一個單純的小酌呢 所以說呢 如果要出遊了 還不知道要喝什麼呢 記得鎖定這一集喔 那最後呢 會有一個隱藏題目 看我們三個的應變能力 跟一些反應囉 所以說 一定要希望大家看到最後喔 第一個要分享的就是 跟朋友出去的場合 如果今天是出遊的話 我就會選擇比較可以解膩的酒款 因為出遊嘛 朋友啦 朋友啦 如果今天是跟朋友聚會 或者是一起出去喝酒的話 我會選擇清酒裡面的 無慮過深原酒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就是 通常這類型的酒款 它的酒精濃度會比較高一些 跟朋友喝酒的時候 就是戰鬥的時候嘛 就是要讓他們倒 跟大家克服一下 你知道原酒大概 你喝一口就等於你 比別的一般清酒多喝了一口啤酒的概念 大概就是多三到五度的酒精濃度喔 推薦的酒款的話 千葉縣的一個酒造 叫岩賴酒造 它全量是使用超應水釀造的 無慮過深原酒 那這種就是 胖曲加胖曲 我記得有一次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清酒的時候 就是跟朋友聚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什麼都不懂 然後我的學長 他就買了兩瓶 月桂罐啦 月桂罐罐 看一瓶 紅色酒標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覺得 清酒真的跟水一樣 很順然後就下去 30分鐘吧 就尻掉了兩瓶 然後我就 對 我就開始 像我常常跟朋友出遊 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其實我們出去 他不會有太專業的杯子 所以我在選酒上面 我會選一樣是深原酒 一樣會帶甜 或者是帶氣泡類的 因為我自己實測過 我們就是隨便的像這種水杯啊 你去裝氣泡類的 或是裝深原酒 那種喝起來比較有層次 那你用這個杯型喝 其實 口感還是喝得出來 講到無綠鍋深原酒 我其實沒有 把無綠鍋深原酒 放在家人的部分 就是因為有一次 我跟我媽去日本玩 然後我們先去超市 她買了一個類似 HIGHBO的那種 然後我媽就說 沒喝過這種東西 然後喝完 喝完之後 我們就開了一支 帶氣泡的 好像是黑中仙那樣 然後喝完我媽就開始 不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好像喔 後來就去廁所爆吐一頓 像我跟朋友出去呢 我也是希望能夠弄一波 這一定是深原酒啦 因為其實 你收到朋友 平常我在喝清酒 真的沒幾個 所以你必須要 一拳給他集成 就是要給他一個最有記憶點 最有power的東西 像你們家的那個嘛 鹽之錦嘛 鹽之錦 對不對 鹽之錦好喝讚的 深原酒讚的 然後還有韓菊嘛 韓菊有帶一點氣泡感 酸感其實對於年輕人來講 也是非常新鮮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家賣的比較好 雖然我講過N百次的 龍江富士 龍江富士 龍江富士也是我會推的 大概這樣的方向啊 對 我覺得是跟朋友一個場合 我覺得蠻適合的 下一個場合就是 家人的部分 對 家人的話可能 稍微就要收斂一點了 那其實清酒喝太快 其實我覺得蠻危險 所以我會選擇 稍微smooth一點 類似像本釀造 或者是有火露的酒 他喝起來是稍微的比較簡單 然後 然後集合感不會像聲援酒 那麼豐富 那麼強烈 屬於大家都可以補飲的這種風格 我會推薦三行線的一個酒造 叫做 對 那這個龜之井酒造 那他們家的酒就是屬於這種 喝起來就是沒有負擔 然後很乾淨的那種類型 我靠你一下 活動去酒池的中文是什麼意思 口說上手 再進階一點 很能言善道 很會把妹 戀愛高手 戀愛高手 不是很會話術女生 日本人跟你講 活動去酒池 喔你很會把妹的意思 我的想法就是 你就是給最好的 可能特定名稱稍微高一點 然後或者是比較新的話題 宇宙效果嗎 或是比較有趣的 那你敢給長輩喝白曲 白曲很好喜啊 好酸 看能不能耐酸 對 有的人長輩就沒辦法敏感性牙齒 不是 他們早期都吃醋的啊 有酥酸餅 或是有什麼夢幻酒迷 我覺得也很適合給家人試試看 家人還有一個 他們有時候譬如說自己女兒給的東西 然後嘗過之後 他們其實會出去試同類型 譬如說我給他喝清酒 他們就會出去喝其他清酒 他們就會常常說 這個沒有我女兒請的好喝 什麼什麼 真的 因為像我爸我媽 他們在我退坑他們日本酒之後 他們之後就說 是不是家人都會這樣啊 就是自己人曾經給的最好 他們都會記在心裡 然後講出去給別人聽 我跟志剛真的很像 我會選一些比較像是 你的味道香氣 比較符合像是 親友的既定印象 就是說你喝進去的話 會有帶一點酒精感 然後味道比較嗆 比較濃的一些酒款 那例如說像是 九寶點南山就不用講 這長輩一定可以接受 他們光看名字就高 啊九寶點我知了 機場有看 啊 臉的朋友有車啊 臉什麼的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可能我會給他們嘗試 像是三倍或是身穿的酒款 那我剛才講說這個是就是 最遵循最傳統的釀造 用比較原知原味的方式釀造出來 就是你講這種古法的東西 他們可能會比較有信 其實你這很難從家人辨別出來 他到底覺得這酒好不好喝 真的 對因為你怎麼跟他推薦 他就是一定覺得好喝 對 莫廣的我覺得不錯 然後還有慧金公泉 再來是那個真誠 真誠有最近出了一隻 珍珠還不錯 對那我心口生一本 可能類似這樣的酒款 我會推薦給長輩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第三種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跟今天有沒有最心愛的另外一半 重要的氣氛之下呢 我們兩位大神會選什麼樣的酒款呢 如果是跟戀人的話 我會選擇的是比較是屬於高薰香型的類型的清酒 那因為這類型的清酒你其實可以不用配餐 你就可以單純的平飲 跟另一半可能吃完飯之後就是要補充多一點的酒精 讓自己比較跳脫這種世俗的時間 對讓自己比較 對沒有在狀況內一點 第二個藥素可能會選擇比較甜一點的清酒 那這種類型的清酒可能女生都喜歡嘛 那再加上甜的就是不知不覺就會喝很多 就比較 Dangerous Dangerous 我會推薦我們家的這個 岩手縣的櫻蓮酒造 它有一支酒叫做北國戀人 這支酒的話喝起來就是真的比較酸甜一點 真的我還蠻推薦可以跟另一半一起喝 跟戀人喝酒氣氛是最重要 所以氣氛要好 它一定開屏就是要有那種香香甜甜的感覺 我要幫你換個燈光 我剛好才相反的點是 不能膩口 所以我不敢選太甜的 我就是希望喝起來是清爽 可是它的綿延性要長 通常喝應該是晚上吧 晚上女生又不想要吃太多 所以不要太甜 清爽 然後有香氣 氣氛 最好吃 氣氛對了 什麼酒都對了 那我覺得其實大方向吃 你基本上買果實酒 就一定是百分之百 一定pass 還有一個就是很好可以調整的地方 加冰塊 對… 太甜加冰塊 太酸加冰塊 不好喝加冰塊 就是加冰塊 各種加冰塊好不好 你講果實酒 我就也可以分享你 月之輪的蘋果美酒 超級適合約會 很適合帶去看電影一起喝 為什麼 因為它有焦糖爆米花的香氣 所以可以邊看電影 對 邊喝 蘋果美酒 然後再邊 那如果以清酒來講 其實我跟志剛看法很像 就是可能選擇殘糖量高一點 那就是最近前面被那個 邰哥炒得很紅 也絕對不會錯 對 酸酸甜甜好滋味 但真的很好 現在很多女生不喝甜 這就是對於你 對於這個女生的準備功課如何 對 對於是你平常跟她相處 你大概會知道她是喝酒的狀態 你如果一個啤酒 這個不行 那就是果實酒 對 那就果實酒 好啦 那我們分享跟樂森都做完了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一個隱藏的挑戰 要來考考我們兩位小朋友 好 今天的挑戰是這樣 就是我們三個人分別寫下一個 想給對方一個考驗的場合 各個的情況底下 你會想要什麼酒去做一個搭配 或者來做一個佐餐 抽到什麼 誰就要回答在那個場合 你會搭下什麼這樣的酒款 好啦 那我們 給我們想好了 想一下 好 那我們請那個 小編幫我們打亂一下 好好玩喔 那我覺得每個人折大腳可能不同 你們兩個先抽好 不要說我做錯 女士優先 好 我已經手就拿出來了 這是誰寫的啊 我的人是一群和尚 三根石 步步下 三根石是什麼時候 我會不會忘了 失戀的人早上在公園 早上喔 然後我的是 跟女朋友晚上在台北101看夜景 這個太簡單了 因為我的人物是一群和尚 一群 還一群和尚 那他們半夜在瀑布下 所以我就覺得 那應該是這個 練功啊 修身養心事吧 想要獲得清淨 所以我第一個想到的是 柏勒心彈響 林佳 還不錯吧 它的味道很純粹 超純的很乾淨 然後聽那個瀑布的聲音 空透感 對 奢侈的和尚 好 我的這個非常簡單 跟女朋友晚上在101頂樓 看夜景 好 女朋友的期間 就是剛剛有想到 冰箱情 地點是比較高的地方 那我把它設牆是比較冷 風大 所以我會準備阿斯康 就是問清酒 然後看夜景 然後熱熱的把手也熱了 就可以 對 可以在那個啊 保溫瓶去溝水加熱 可以啊 對 我們在忙的時候啊 它可以看看夜景啊 真的 多好 對 然後熱完之後 加在它上海 心就暖了 那代表的九款的話 我覺得可以選擇 秋田比較流行的叫做 秋田流的深串 它是屬於比較低酒精的 那它同時是用自然乳酸菌去製作 那口感上來講就會 再溫和一點更適合女朋友 加熱之後就會類似帶有一點 類似草莓那種 溫熱之後就甜感的掌聲 你的跟我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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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好難啊 我到現在沒想到 我要思考一下 對 就是真的要找出一支 我覺得符合當時星星 要去喝的一支酒 那你有沒有看到 蛤 蛤 很煩耶 可是我覺得失戀的人 早上跟公園 是超常發生的事情耶 還是這個人是你 我今天醜意啊 我真的想不出來一支 可以去解答這個場景的酒款 我們請當事人 蛤 對 我就是不知道才 真的 真的 我想聽你兩位的分享 如果讓我選的話 我可能會選稍微 低精白一點 就是 經理部有沒有磨到那麼多 味道重一點的 味道很複雜 有沒有感覺比現在還複雜 這個砍過過的去的那種感覺 你這個方向想到也是就突變 甚至普通酒可能都可以 那現在大家也知道暑假開始嘛 大家就是會帶著家人啊 或是朋友一起去出遊 或是就是飛日本去哪裡玩啊 那以這樣的情況下呢 其實剛剛有聽到 我們大家一起分享的那個情況 朋友、家人跟請人之間 會有喝什麼樣的酒款 那現在呢我覺得 也可以請你們分享一下 就是我們的觀眾呢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情況 喝到什麼酒 有趣的狀況 可以分享給我們大家 知道我們在哪個場合 其實搭什麼酒也是不錯的呢 那我們底下開放留言喔 再麻煩大家幫我們分享一下了 那最後 沒有最好喝的清酒 只有適合你的清酒 那下次見囉 拜拜 那我剛剛那個什麼 現在鋁油忘記講的嘛 對不對 變金魚 那你鋁油忘記了 就忘記了 好好笑喔 真的耶